古惑仔不用能 一辈子都是古惑仔 俗话说耍横的斗不过玩音的 权力之争向来都是高智商的游戏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犯罪片黑社会 香港最大的社团何连胜即将面临两年一届的化石人大选 两名候选人大迪和阿勒都非常的有实力 但这二位的形式作风却大行径庭 大迪飞扬跋扈狂傲不及 是一个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砍人的大哥 城府深不见底的阿勒为人和善坐视低调 对手下照顾有加 在人员方面比大迪更得民心 但大迪也有自己的优势 目前何连胜这帮大哥就属大迪的势力最大 无论是生意还是地盘都比阿勒强了很多 为了赢得这次大选 大迪和阿勒都费了不少心思 大迪是花钱笼络社团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投票给自己 阿勒则是全靠自己的好人员拿票 女的标 这儿有20万 帮我接个串放 要他学我 这次我做的化石人 我会带社团打进进他嘴 跟全叔说一声 叫他支持我 警方对这次何连胜的大选也非常的重视 因为每到这个节目眼 总会出现伤亡严重的火病 给警方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为了防患于未然 警方总会在大选之间实施高压 时不时的把社团的人抓回去叫一番 警告这些人最好不要闹事 影片中的几个影帝级的男神 当年演的还都是小马仔 就比如渣渣辉饰演的飞机 在何连胜属于最底层的员工 虽然身份卑微 但飞机敢玩命不怕死 而且对社团非常的忠心 虽然大迪心狠手辣为人刻薄 但看着眼前的这个场面 也不得不佩服飞机的狠劲 大迪这边正忙活着 阿乐那边也没闲着 他找到专门卖摇头丸的大谱黑 希望大家能够投他一票 那时候林家栋饰演的东莞仔 跟渣渣辉饰演的飞机一样 也是何连胜最基层的员工 作为大谱黑手下的马仔 东莞仔在这次争夺化石人的事件中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古天乐饰演的詹米在社团中 也是最基层的员工 他的上面不仅有大哥管仔森 还有大哥的大哥龙根叔 与飞机和东莞仔 这两个游泳无谋的马仔不同的是 詹米不仅游泳还有谋 而且对大哥也是忠心耿耿 大迪拿出20万 给了詹米的大哥的大哥龙根叔 但詹米那位逢堵必输的大哥 管仔森却偷偷拿走了10万 可把吃瓜的龙根叔气得不轻 因为他知道 大迪给了另一位大哥串爆20万 却只给自己10万 这明显有些瞧不起人呢 大选在即 社团元老级人物邓博 召集一帮老伙计商量对策 邓博年轻的时候 曾经是和联盛的化石人 在社团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到底谁能当选这些化石人 除了投票之外 邓博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这帮元老级的人物分为两派 有人支持大迪 有人支持阿乐 但从人数上来看 更多人倾向于为人和战的阿乐 而且最关键的是 邓博也支持阿乐做化石人 邓博一表态 其他人也都随声附和 这化石人的人选算是给了阿乐 转过天 和阿乐去拜见邓博 邓博告诉阿乐 要想正式成为社团的化石人 就必须拿到象征着权力和身份的龙头棍 目前龙头棍在化石人吹鸡的手里 邓博让阿乐去找吹鸡进行龙头棍的交接 大迪以为自己花了那么多钱 这化石人肯定是当地人 连庆功宴都提前准备好了 可没想到社团居然把位子给了阿乐 这可把大迪的肺都欺诈了 他首先派手下长毛 找到了收了他钱 又没给他投票的龙贵叔 也就是古天乐 饰演的詹米的大哥的大哥 龙根说 我是长毛 什么事 大迪哥想见你 别着急 撒完尿再说 然后又找到了詹米的大哥观崽森 之前由于适度成性的观崽森 魅了龙根叔十万块钱 因此才导致龙根叔没有投票给大迪 把龙根叔和观崽森抓住之后 大迪就把这哥俩关在了木笼子里 然后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虐待 这玩意儿一遍一遍的谁受得了啊 大迪给目前的化石人吹鸡打电话 要求吹鸡不要把龙头棍交给阿乐 而是要交给他 不然他就不客气 吹鸡虽然是社团的化石人 但势力根本就没法跟大迪比 所以他只好按照大迪的意思 给邓伯打了一电话 但是被邓伯给冲骂了一顿 什么事啊 我觉得阿乐势力不够 我不把棍交给他 你喝醉了 还是稀多了 我先让你去洗个脸 想清楚再回来跟我说 得知自己的大哥观崽森和老大龙根叔 被大迪抓走 詹米只好去求助于阿乐帮忙 阿乐给大迪打电话 希望能放了观崽森和龙根叔 但正在气头上的大迪根本就不停 画石人吹鸡知道这么下举不是办法 于是便派手下四眼各 强往广州去拿龙头棍 观崽森和龙根叔被大迪虐了千百遍之后 终于被放了 这招杀鸡镜猴可把吹鸡吓得不轻啊 晚上邓伯和川暴 还有老鬼恩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 由江大卫饰演的许景思 带人突然出现了 直接就把这三位老前妹又抓走了 紧接着警察又带走了正在家吃饭的阿乐 对画石人吹鸡来说 现在是左右为难的 虽然他欠了大迪不少钱 但由于大迪不得民心 他现在也不敢把龙头棍交回大迪了 当大迪正在酒店包间里 冲着吹鸡大发雷霆的时候 河都查带着警员冲了进来 不容分说就把这几位给带走了 要说这大迪是真暴躁 即便被戴上了手铐 气焰一眼十分嚣张 本来吹鸡想伸乱逃走 没想到一个不留神就被汽车撞进了医院 几个大佬虽然都被关进了拘留室 但一个个一点都不消停 为了拿到龙头棍 阿乐让火牛找到了社团的高佬 高佬和吹鸡的关系非常好 只有他才知道去广州拿龙头棍的四眼哥在什么地方 阿乐希望高佬能派人去广州 找到四眼哥拿到龙头棍 阿乐这边正忙活着 大迪那边也没钱着 他派手下长毛找到了东莞仔的大哥大普黑 因为大普黑在广州那边有很多的熟人 大迪希望大普黑能派人过去 找到四眼哥拿到龙头棍 为了将来能够继续和大迪做生意 大普黑派东莞仔前往广州找四眼哥 转过天的一个晚上 通过高佬在广州的关系 社团的苏律师和高佬的手下肥雪 终于抓住了四眼哥 并成功的拿到了龙头棍 这个时候石总队长带着人突然出现了 苏律师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让肥雪带着龙头棍仨子跑 这个石总队长曾经在和联盛握过底 绰号大圈爆 卧底的目的就是想摸摸香港黑社会的底细 邓伯串暴和老鬼恩终于被叫到了徐景思的办公室 徐景思的目的很明确 希望这三位元老能够把大迪和阿勒搞定 绝不能让他们打架 阿勒比较沉稳 因此老鬼恩跟阿勒谈的比较顺利 但是串暴怎么说大迪就是不听啊 而且还叫嚣着搞一个新和联省 虽然大迪很狂妄 但是对邓伯还是忌惮三分的 面对邓伯的质问 大迪显然就没什么底气了 是不是你说要搞个新和联省出来 我比阿勒调 是他们瞎的眼 难道错也跟着 你是不是要搞个新和联省出来 我想大家好 但你又不服我 那多没意思啊 那就各走各的咯 那好吧 可以打了 肥雪带着龙头棍准备回香港 可没想到开车的司机居然是东莞仔的人 肥雪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急忙往野地里跑 最终被东莞仔追上 肥雪对自己的老大高老是忠心耿耿 而且对社团的行规 被他只滚瓜烂手 他是宁可死 也绝不愿意违背道上的规矩 东莞仔 东莞仔没想到肥雪居然这么的落里巴索 念叨的他脑儿都是疼的 本来东莞仔的大哥大普黑 是帮大迪去抢龙头棍的 但是当他一听说 大迪要搞一个新和联省 大普黑不干了 马上就倒向了阿拉这边 就在东莞仔和肥雪对峙的时候 大普黑和高老分别给自己的手下 东莞仔和肥雪打去了电话 既然成了一家人 肥雪便把龙头棍交给了东莞仔 随后东莞仔带着龙头棍开车回到了香港 他的大哥大普黑 让他直接把龙头棍交给阿拉的手下恍牛 但在途中东莞仔发现 有一辆车椅之后尾随着他 开车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心想替大哥报仇的詹密 接下来就是抢夺龙头棍的戏 詹密抢龙头棍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在把龙头棍交给阿拉的时候 让阿拉把大迪给干掉 这也是他交出龙头棍的唯一条件 东莞仔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给大哥大普黑打了一电话 大普黑让东莞仔开着车 直接前往鱼头标的地方 到时候会有人接应他 就在詹密跟踪东莞仔的时候 鱼头标到手下飞机 开着摩托车出现 不仅成功的阻拦了詹密的跟踪 还和东莞仔完成了龙头棍的交接 本来飞机是要把龙头棍 交给阿拉的手下火牛的 但没想到被大迪的手下长毛 抢先了一步 飞机刚开始咱介绍过 这哥们不仅忠诚而且不怕死 面对着长毛一帮人的围攻 拼死户着龙头棍的 但双拳难敌四丑 好狼驾不住群狗 眼瞅着飞机快不行的时候 詹密开着车及时赶到把他给救了 詹密替飞机叫了救护车 然后带着龙头棍去驾阿勒 被汽车撞成重伤的化石人吹击 思来想去决定跟反黑组合作 供出大迪这些年的犯罪行为 由于吹击跟大迪之间来往非常密切 因此这次大迪很有可能是在街难逃了 对于阿勒来说 虽然大迪身上有很多的毛病 也一直在跟他争夺化石人的位置 但大迪毕竟是社团的人 而且大迪在做事方面的确有一套 如果能把大迪挽救过来 那么对社团的发展还是相当个好处 于是阿勒派手下务必在吹击 向警方供述之前将其干掉 阿勒的律师来到病房 让吹击自我了断 不然他一家老小全都活不了 吹击为了保住家人 最终拔掉了自己的氧气管 要说阿勒在玩弄权术方面 那真是有一套 詹密一心想替大哥报仇 希望阿勒能干掉大迪 但是此时的阿勒想保住大迪 因此他恩威病时最终搞定了詹密 君明 拿到了龙头棍 也就意味着阿勒 已经正式成为了新一届的化石人 由于阿勒做事是非分明 这帮刺头全都成为了他的心腹 随后阿勒把大迪保释了出来 两人在车上 阿勒小之一里动之一情 希望大迪能够以大局为重 兄弟们一起干誓言 我跟所有地区领导都谈好了 就差你了 什么意思啊 我非得跟哪 吹击以前做的事 我会照做 你谈的生意 我会以化石人身份帮你搞定 所有利益全都归你 下一届 我会全力支持你做化石人 如果你非要另几路走 这两年我什么都不做 我带整个社团打你 我会准备两幅棺材 一幅给你 一幅给我 一起走 还是在路口下车 你自己去理 大迪虽然脾气暴躁 但是不傻啊 他审时夺势 知道硬刚下去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于是便答应了阿勒提出的建议 随后一帮人 按照鸿门的规矩 败了把子 虽然仪式很隆重 大家伙也都发了毒誓了 但大迪想当老大的想法 依然没有改变 他知道取代阿勒不太可能 但他认为啊 一个社团有两个老大 也不是不可以的 听了大迪的想法之后 阿勒杀心顿气啊 一不做二不休 七里咔嚓就把大迪和他老婆 全给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糖吃压惊吧 争权夺利风险高 尤其最伤脑细胞 智商不够别掺和 以防背后中了招啊